反腐又出新招式了 以前反腐有儿子坑爹反腐 有小三无法转正反腐 有妻子被抛弃举报反腐 还有狗咬狗反腐 现在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反腐手段 项目太丑反腐 事情是这样的 七夕是一个中国的传统节日 牛郎之女是中国的一个超级大IP 很多城市为了打造旅游名片 都自我宣传是牛郎之女的发源地 自称是七夕发源地的城市 有七个 分别是山西河顺 山东倪园 河北天河山 西安斗门 湖北云西 河南南洋 和河南鲁山 当然肯定应该还有一个韩国 因为在他们眼里 连端午节 他们都要申请世界文化遗产 更别说什么牛郎之女了 扯远了 为了正当真正的七夕发源地 河南鲁山当人不让 想借一个牛郎之女雕塑来自郑 准备在2023年8月22日七夕节 揭幕这个雕塑 并搞一个2023年中国 鲁山七夕节 为了搞好这个七夕节 刚刚摘下贫困县帽子的鲁山县 不惜砸下715万元的重金 打造一个新地标 2023年6月14日 鲁山县住建局发布了招标公告 公布中标的日期是7月16日 中标的单位是瑞泽艺术深圳有限公司 中标价格是715万元 由于得赶在2023年8月22日七夕节 开幕使用 从中标时间来看 只有46天的时间施工 表面看来时间紧 任务重 然而有网友发现 早在6月23日 还处于招标阶段 已经有人在建造雕塑的底座 彼时天下中标单位 瑞泽艺术深圳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马总 正坐在深圳龙岗部级华浩园四期的小区公司中 苦思冥想设计方案 作为中国城市雕塑建设研究院查无登记信息的执行院长 自封 中国文化促进会查无登记的会长 自封 马总亲自操刀设计 准备给自己的家乡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迟迟没有设计灵感的马总 在网络上寻找设计的源泉 他找到了牛郎之女的同类作品 昆明持牛郎之女识相 并思考如何在此基础上进行二次创作 马总又继续在网络上寻找素材 突然长沙大王山上的香香女神雕像映入他的眼帘 马总顿时感觉脑门火光四射 电光火势之下 他感觉灵感息来如尿崩 趁着灵光乍现 马总大笔一挥 坐下了惊世骇俗之所《鲁山牛郎之女》 看着自己的天才设计 马总非常满意 他暗自私损道 我这巧夺天宫的设计 对了起这715万元的造价 说不定能让家乡声名雀起呢 结果没有让马总失望 鲁山县以另外一种方式名声大噪 鲁山县的中国七夕节如期开幕 牛郎之女雕塑也在当晚揭幕 劫后群众纷纷来到这座新地标打卡留念 打卡的群众参观考察之后 大失所望 看到当地花了纳税人的715万元 就见了这么丑的一个货 纷纷发视频到社交平台上吐槽 当地群众的吐槽发到网上之后 居然上了热门 网友们的观点达到了空前统一 这货真丑 这货真贵 网友们纷纷质疑 这个雕塑造价过高 记者对此进行报道 并打电话给鲁山县住建局 然而 让人始料未及的是 接到电话的李某 却对记者破口大骂 监督你X 滚 一旦激起千层浪 李某恶劣的态度 彻底激怒了网友 细心的网友发现 鲁山县的牛郎之女 涉嫌抄袭长沙大王山上的 香江女神雕塑 而且 鲁山县牛郎之女雕塑的 招标预算是718万 而中标单位715万就中标 其中是否有猫腻 让网友人浮想联篇 对中标单位瑞泽艺术 深圳有限公司深挖下去 还有更多惊人的发现 瑞泽艺术 原名国地景观艺术 在河南平鼎山市 频频中标 从2018年以来 中了五个标 合计中标金额 高达1484万元 瑞泽艺术 2018年和2019年 各中了一个标 2020年没有项目 2021年中了两个标 2022年又是吃土 2023年 一下搞了700多万的大标 由此看来 瑞泽艺术真是三年不开张 开张就能吃三年啊 原来瑞泽艺术的马 总是河南平鼎山 汝州市人 他把平鼎山市的 雕塑项目 吃得死死的 宝峰县 鲁山县 和汝州市的项目 都没能逃出他的掌控 如今 事情闹大之后 鲁山县的住建局 领导党某被免职 骂人的李某被行政 忌大过主奔 如果从马总的 业务范围来看 并不是一个鲁山县 能够照得住的 归根结底 马总还是对自己的 艺术造诣太自信了 但凡马总愿意 从715万中 打个十万出来 找一个靠谱的设计师 建造出来的牛郎之女 也不至于丑到 让群众吐槽 吐到往上 也就不会有后面的故事了 身兼中国城市雕塑 建设研究院执行院长 和中国文化促进会 会长两个职位的马总 难道骗得连自己都相信了 忘记了自己的真实水平 又或者是 马总为了省几万块钱的设计费 赶鸭子上架 亲自上阵 网上有一句金句 钱没了 可以再赚 良心没了 可以赚得更多 网友的名言 成不我妻啊 然而 昧着良心的钱赚太多 赚太狠了 迟早要出事 马老板的诗迹 再一次证明 不是不报 只是时候未到 时候一到 一切都报 我猜不报 我猜不报